现在家家都会背上各式各样的零嘴,那么你知道有人喜爱的筋活,吃了有什么功效呢?又有哪些食用禁忌呢?核桃,烫氧化之王? 作用与禁忌,美国饮食协会建议人们,每周最好吃两三次核桃,尤其中老年人可决定期妇女,因为核桃中所含的精氨酸、油酸、烫氧化物质等最保护心血管、预防关心病、中风、老年痴呆等是颇有异议的,再一次不要吃的太多,否则会影响消化。 有的人喜欢将核桃人表面的褐色薄皮包掉,这样会损失一部分营养、范粒、甚至苦,作用与禁忌,由于离子富含柔软的善食纤维,糖尿病患者也可适量品尝,但核桃生吃难消化,熟食又易志气。 所以,依次不宜多食,最好在两餐之间,把粒子当成零食,或多再饭菜零食,而不是饭后大料吃,以免胜入过多的热量。 不利于保持体重,新鲜粒子容易发霉变质,吃了发霉的粒子会引起中毒。 葵花子,花子中的嚼嚼者,作用与禁忌,葵花子所含的蛋白质,可与各种肉类媲美,常克葵花子。 对于防冠心病,中风,降低血压,保护血管弹性,有一定作用。 但要注意,也不能多吃,开心果,心脏之忧,主要含痰不饱和脂肪酸,所以开心果不像其他坚果容易酸白,可降低胆不存含量。 减少心脏病,作用与禁忌,一次吃十里开心果,相当于吃了1.5克丹度饱和脂肪酸。 住藏时间太久的开心果,不一再食用,开心果有很高的热量,并且含有较多的脂肪。 凡是怕胖的人,血质高的人,应该少吃。 甜性人,预防不治疏松。 甜性人含有50%的脂肪,25%的蛋白质,10%的碳水化合物,极为生素一颗钙,鎂、疼、甲等元素。 作用与经济,尝试性人的关心变患者。 心甲痛发生的几率要比不实者少。 性人有调节胰岛素与血糖水平的作用,也是糖耐量低浅,与糖尿病的食疗品之一。 性人富含的棚与钙质。 对预防更年期妇女骨质疏松也有一定益处。 针子,补气健脾。 针子,营养丰富。 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样样俱全。 其含量远远高或核套。 作用与禁忌。 针子中钙、铃、铁、铁汉两叶高于其他结果。 由于其营养丰富,味道甘美。 自古以来,人们就把它作为真果。 针子性品味甘,又补气、健脾、纸线、宁木等功效。 南瓜子,有助缓解前列腺疾病。 作用与禁忌。 南瓜子还有丰富的泛酸。 泛酸可以缓解静止心心脚痛,并具有降压作用。 但也要注意一次,不要吃的太多。 曾有食用南瓜子过量而导致头约的报道。 胃热病人已少时,否则会感到晚复账闷。 花生,过量食用会加重胃肠负担。 作用与禁忌。 科学家发现,花生中含有大量金氨酸及白鲤芦醇。 前者有潜在抗结合作用,后者能抑制癌细胞均润与扩散。 但花生已有增加血小板数量,抗纤维蛋白溶解作用。 不高黏血症者一去皮食用,花生消化吸收率较低。 过量食用会加重胃肠负担,需引起注意。 棕子,肠胜货,作用与禁忌。 棕子含有蛋白质,脂肪,糖类。 所含脂肪大部分为鸭油酸、鸭麻酸等有益于健康的必需脂肪酸。 蛋、铃、铁等含量也很丰富,常吃克斯的强生。 存放时间常会产生卡拉麦。 不宜食用,但功能不良者兵炫时。 过量食用对外肠有负担,需引起注意。 腰果,有益健康。 作用与经济,与其他经过相比。 腰果中对人体不利的饱和脂肪酸含量要稍高一些,占到20%左右。 因此,硬定也吃得太多。 此外,腰果含有多种过敏人,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,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过敏反应。 因此,第一次吃腰果的人,最好不要多吃。 可先吃一两粒后,停食几分钟。 如果不出现过敏反应再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